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《三生三世》枕上书,能带上我吗? 凤酒鲜少皱起眉头,额间凤尾花拍记,此时都显得不那么娇艳生动了。 九重天清气朗朗,日光充灵,可东华仿佛看见凤酒眸自中落着璀璨的星辰,心中不免一动,将凤酒紧紧抱抱,略哑着嗓音,虽无甚危险,但却不能带你。 凤酒闷闷的声音道,为何? 东华,本体重生,即是我化生之初,想来神力微弱,未保万全,未创世之法,将这重生之地造在三界之外,只存化生之灵。 凤酒,化生之灵,除了你,我却想不出还有什么灵物是以化生现世,你岂不是很孤单? 东华的下河抵掘凤酒的头,我想着你喝滚滚,边不孤单。 凤酒心想,这恐怕是东华安慰自己的话,重生为最初的样子,总会记得自己,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。 历节归来,你可还能记得我,东华失效,自然记得,凤酒仍皱着眉。 那么,需要好多年,好多年吗? 你如今三十六万岁,我若等不到,凤酒之觉得自己根本活不到三十几万岁,不带东华归来,自己便语化了,那可如何是好? 东华很想笑出声。 小白,你的课业确实,但为了小妻子的面子,只能解释道,自然不会让你等到容颜慈尽之日。 创世虽顺天道,法一阳,应轮回,但这时间上却可自立法度。 譬如天上一天,在某些凡事可为一年,有的凡事可为万年,您只需在地海苍林带我粤语,我便可归来。 凤酒续想果然是若此的,便点点头,又问,还能再快一些吗? 东华微笑着摇威摇头,若要顺天道,便不能,只有这样,才是最安全的。 凤酒继心疼又烦闷,眼泪不免在眼眶里转了转低下来,又不好意思地埋了头,将耳朵贴在东华胸前,听他有力的心跳,乍然听闻重生之节,凤酒颇有些不自在,既来他总与东华一处,想着这眼前的小别离,很是生出些惆怅来,更坚补心一事,缘起于自己所言的剖心是爱,又多悔恨,虽东华言语中万事顺遂,但毕竟是众神皆不曾历过的节。 更添了些智智不安的新娇,东华见凤酒揉着梅神油,便又好言宽慰了许久,终不见美人舒缓,小夕凤了果盘上来,竟是清秋至地所产枇杷,凤酒处意了得,常拿着枇杷做甜汤,宫品,糕饼,不像白浅上神,动辄将这生枇杷当饭吃,凤酒又时是白浅带着的,生枇杷果子自然是没少吃。 东华慢慢包了一个,放到凤酒嘴边,凤酒便就着东华的手咬了一口,酸酸甜甜的清香满家而生,直出脾胃,这熟悉的儿时之味,此时见安抚了凤酒许多,东华见凤酒色朦胧着眼眸,吃得到欢快,宠溺而笑,该吃了七八个,凤酒方才问,何时去? 东华边侦查边道,早一日晚一日也无甚大碍,我明日已连送,众林交代一下妙宇会明镜之事,再走一趟西天饭境,若无他事,五日后,便可去得,凤酒点点头,将手中包好的枇杷递给东华,小夕虽不知二人所言为何,但听闻东华近日要去饭境,竟微微舒了口气,第二日的仪式在东华的书房,大婚时, 众林将这书房里的粉色沙漫,尽数换成了彩色金石的珠帘,微光流成起霞,风起而音欲生,东华的书房,往日里连送和四命是个常来的,成日却未曾经过,更未参加过如此机密慎重的一事,于是尽收了平日里精怪的样子,也无心去看宜人美景,最有丛林前便饮着,却只一步一去跟在连送身后,倒惹得连三殿下垂帘之意满滑,片刻,东华方签了凤酒精, 进来,见连送,成日,四命站着剑里,掠挥了挥手,让坐了,东华卓仲林将这重生解一事,与连送等人数了,三位神仙虽也是见多是广的,一步免心下又鸡又叹,东华,援君,成日盲站了应道,帝君有何吩咐,东华,此时瞒着天地众仙,只说本君与小白居在逼海苍林,我怕他寂寞无聊,还请援君常去走走,成日道, 是,东华,本君历劫,守护贸易会明镜的灵意,姿势要弱一些,众林旭每日一叹,重林站在东华身后,一礼道,是,东华,连送,明日与我同去犯境,守进一事,还得交代于你,凤酒安安静静坐在东华身旁,知道这太成功书房里,东华聊聊几句话, 却是护得这八荒六和太庭,一护得自己安稳,比天军大朝上的宋公,一战,原因要紧多少倍,又听得东华道,四命新军,乔水的和罗,你如何看,四命本应功德不已是,这这数日,后从成御处得知帝君已亲自焚毁,并言不追究自己失职一事,因此对东华和凤酒更是恭敬,忙端端的站了, 一里,口中道,前日,臣奉帝君之命,斩和罗鱼怪久尾,那鱼怪区区几千岁,于金怪之中却是个极厉害的,单从法术上看,臣未曾察觉其修习邪魔之道,却不知为何走了邪路危害一方,且,臣与其都数日,查此鱼怪,每段一尾,法力增一备不止,至六尾时,以非臣之力所能及,新的神剑庇佑,方才不辱帝君之命,东华微微点头, 桥水深荒僻,本君将历劫仪式的入口留在此处,此事造化化生之神力,因此灵意磅礴,又因本君未曾入世,灵意不免外溢,恰致何若久居于此,才得以稀释灵力以知法力俱增,此日本性不正,因此其法术虽为正道,却望想称王称霸以至于残害一方生灵,历劫之灵事由本君所造,神力一脉相成,若倾去斩杀,怕与灵事相冲,又道, 此于知灵力是欲弱则弱,欲强则强,由文职的四命前去,大有必义。 四命新君只知斩杀归来后,帝君将映着神力的九尾赐以自己,其中灵力自己虽不能用十分之一,却也法力大增,却不知尽是帝君创世之灵力所在,此时跪地其手,谢帝君,帝君。 此于如今只留意为,其法力部署本君当年七十二将中任何一员,一知四命斩杀必是本君之意,今日只藏匿而为现身作怪,却终究后患,本君犯禁归来将亲去斩杀,四命且于府中待命随本君同去,若灵事受冲而入口开,本君即刻入室受劫,四命将帝氏尾送至犯禁连送处,四命 不过主重灵稳重行事而已,随后,便将众人散去,只留了连送宫外向后,同父犯禁,凤九见众人去了,站起来,帮东华礼了礼衣巾,身紫色紧端的宽袍,欲显尊神华贵沉稳,东华低头看凤九,恰凤九抬眸相望,东华不禁一手俯了凤九长发,一手握了人捏着他衣巾的柔体,道,放心,凤九回他一个浅浅的甜甜的笑,嗯,东华去后, 凤九一个人溜溜达达回了寝宫,小夕今换了房中垂金红又宽口瓶中的拨头磨滑,并摆了盛着紫葡萄的水晶盘,见凤九歪在帝君常坐的软垫上,几次欲言又止,凤九皱着眉,纤纤一纸无意识地包了几个葡萄,很不似平日里吃葡萄的好爽,回神时,看见小夕正常叹了几口气,凤九不禁问,怎么了,小夕一个机灵,忙答,没什么,好了,今天就讲解 写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